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这段考题 那么这个考题我个人认为应该说 比2018年那一道考题公布的考题难度更大 那么公布的考题是三免三减半 其实你把道理搞懂了应该没问题 但这道题涉及到四个兼容资产 那么兼容资产最大问题涨了跌了 涨了跌了什么转回 你要找转回那个时点怎么找 它和那固定攒又回样 那么它那个找回的时点是跌了涨了一个时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奖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17年及以前年度适用的所得税率是15% 好 那么也就16年17年税率15 18年开始税率变更为25% 16年到18年资料如下 第一16年1月后以5000万元从二级市场上购入 以公司当日发行的两年期债券 注意两年期 那么17年末到期了 该债券面值总额是5000万 票面利率4% 那么说明什么 等于实际点是什么 没有溢价折价 好 年末复息到期关本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资料注意后面我拆分成两个了 拆分成两个 一个债券斗资 一个其他债券斗资 好 这是两个了 你别看这一个后面分为行吗 一个2000个3000的 接着看 1200万元购入炳公司10%的股权 对炳公司三五 好 这是第三个 前面两个 那么第四个 以500万购入了一组股票组合 股票组合 那么是两个债券 两个股票 接着看 那么甲公司对交易性 兼容资产也好 这一类资产也好 怎么去分类 那么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看 提名要求 那么到底分为什么 那么就是这个内容 在近年考题当中 经常会考到的 下面来看本题 甲公司对金融资产在组合层次上 确定业务模式并进行分类 那么第一个 5000万的债券当中2000万元 这个债券管理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 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内容分类为什么 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走什么科目 赞讯动词 好 第二个 5000万扣掉2000万 还剩3000万 3000万的以公司债券 其业务模式是 收取合同现金流 并满足流动性需求 既甲公司对该部分债券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进行日常管理 但当甲公司资金短缺的时候 还要干卖 保证流动资金需求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走什么科目 叫其他债券投资 说白了 分类什么呢 以公允价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投资 是债务工具投资 就俩了啊 再接着看 对持有饼公司的股权投资 那么指定除了 持有该部分股份 分得现金股利 找投资收益外 其他的投资价值的任何变动 及处置都不能想死 这是第三个了 那么走什么科目 叫其他选意工具投资 那么分类为 以公允价计量 其变动 具有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好 最后一个 那么对于股要组合 以公允价值进行管理 并与投资人的业绩挂钩 业绩挂钩的话 那么只能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也就是说 与公允价计量 企业变动 既有当机损益的金融资财 这是一个 接着看 那么16年末 2000万以公司债券的公允价 2000这个资料没用 为什么呢 按摊义成本 计量没用 3000万的以公司债券的公允价 3150有用 公允价值变动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 接着看 对丙公司股允价的公允价1300 这1300有用 公允价值变动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预计下一年度 仍会持有该项投资 且公允价值会继续上升 这个资料干什么用 那么这个资料告诉我们 是什么时候转回用 什么税率啊 对吧 你上升了下降了 税率不一样 所以说上一道题 三免三减败那个 是负号 是负号 那么负号情况下 我来判断转回时点 那么这个转回时点 是上升了下降了 那么作为转回时点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后面用例题 还会具体说明了 继续上升 接着看 股票组合投资 公允价450 那么这个450是跌了 跌了 预计下一年度 仍然会持有该投资 然后以后会上升了 以后又上升了 那么用什么税率 这个是最关键 好 这是一个 接着看第二题 第二个资料 16年6月20日 甲公司购入一台研发设备 并投入使用 价款480 该设备预计年限5年 残值为零 按直线法提折折折 税法规定 且购入的研发设备 价值小于百万 可一次性的税前扣除 这块又是个难度 又是个难点 这题应该考过 考过 这是第二次考过了 第二次考过了 那么这个内容 如何确认 点锁的税问题 第三 第三个资料 后面的资料 没有什么难度了 17年4月1号 甲公司购买了 丁公司55%的股权 能够对丁公司实施控制 叫母子公司 甲公司购入丁公司相关资产中 某项新技术研发项目 已经开始资本化 那么购买日 供应价值是800万 经评估 那么该研发项目 是否能够最终完成 并形成无形产 在技术方面尚不确定 所以甲公司在购买日 那么没有将 未将该项目作为资产确认 那么没有进入到 可辨认精赞公演价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商业确认了3500 那么就有可能多 那么接着看 17年12月10日 甲公司的技术人员经研究发现 继续研发项目 从技术角度分析 完全可以实现了 且预计该研发项目完成 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为此甲公司董事局继续投入 足够资金和技术量 对该项目进行开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800万 原来没有计 现在就要计进去 计进去 商与的金额就一定要叫减少了 就应该减少 好 第四 17年12月31日 甲公司收回那5000万 这5000万里面包含2000万和3000万 一个债券投资 一个其他债券投资 本金和利息 这是一件事 那么对秉公司的股权投资 供引价是1500 那么股票组合呢 是550 这是一件 这个550真的上升了啊 然后呢 再接着看啊 那么这两个 一个是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一个是交易性金融产 这俩都是股票啊 5 18年12月30日 甲公司出售 扁公司的股权投资 取得价款 1800 好 其他资料 16年初 甲公司可抵扣赞予差异是1000 这一切 麻烦了啊 这一切是 其中17年 转回200万 17年的税率是15% 对吧 其余 18年以后转回 所以这一切当中的200万 用的是15的税率 剩下的1000万 用的是25%的税率 一个15 一个25 好 这是一件事啊 那么应纳税 赞金差异2500 这2500将在18年后转回 那只能25了 接着看 对上述赞金差异 甲公司已于16年以前 以前啊 全部确认为 地银所得税 并介入当年的所以 接着看 第二 税法规定 甲公司购买 丁公司55%的股权的合并 为应税合并 为应税合并 好 那么也就是不考虑 所得税了 不考虑所得税了 要求 我们看 后面给了 后面给了 在这给了 一 根据资料一 说明甲公司购入 各项兼容资产 在初始劝时 应如何翻类疑问 并阐述理由 或陈述理由 那么一个来啊 第一个 那五千万的债券当中 两千万啊 持有 以公司两千万元的债券 应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 金融伞 理由 那么对持有 这两千万 以公司的债券 管理是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 为目标的一模式 且相关金融伞 在特定日期 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对本金 和以没有偿还 本金金额 为基础利息支付 所以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金融伞 找什么科目 债券投资 这第一问完了 那么第二问 那么三千万啊 持有的三千万的债券 相应的划分为 以公允家计量 体积变动 既有其他综合收的 金融资产 理由 因为假公司 持有该债券 一种模式 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 为目标 并且满足其流动性 即公司 资金发生紧缺时 将出售该债券 且相关金融伞 在特定日期 产生的合同现金流 仍然是紧对本金 和以没有偿还本金金额 为基础的利息支付 所以分类为 以公允家计量 体积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找什么科目 叫其他债券投资 好 两个债券了 第三 假公司将持有 饼公司的股权 划分为 以公允家计量 体积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而且是非 为什么 非交易性的 权益工具投资 理由 因为假公司 对持有饼公司的股权 进行指定 除了持有股份 分得现金股利外 该投资价值的任何变动 以及处置 都不能一想利润 从生到死 不能进死亿 除了现金股利外 所以应该将该投资 指定为 以公允家计量 其变动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我觉得后面应该加几个字 非交易性的 权益工具投资 的金融工具合算 加不加无所谓 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 最后一个 四 那么持有饼公司 股票组合 那么相应呢 应该分为什么 以公允家计量 且即变动 既有当期损益的金融词 知道在下面 理由 该金融展在特定日期 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 不是对本金合以 没有偿还本金金额 为基础的利息支付 所以假公司 持有该股票 是以公允家 执金管理的 并且与投资人员 那业绩挂钩 所以应该以公允家计量 其变动 既有当期损益的 金融展合算 好了 四个完事了 所以我们金融展 就这四个内容 它在这都反映出来了 都反映出来了 好 第二 计算假公司 16年末 点索得税资产 一问 点索得税负债 两问 这两问都是求余额 没让你求发生额 那省证了 两问 好 16年度 英确认的点索得 税资产三问 点索得税负债四问 并编制翻录五问 一共是五问 一共五问 下面我们一问一问来 难吗 真的和难 真的挺难的 就这一块 说实的 真的挺难的 下面来看 首先我们先算 点索得税资 先来算 16年末 可抵扣的 暂时性差异的余额 首先期出金额 那么期出金额是一千二 这一千二 17年将转回二百 本年是哪年 本年16年 16年17年 用的税率是15% 那么18年以后是25% 所以来看一下 那么期出的这个一千二 这一千二 先放到这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 交易性兼容资产 初始继粮食500 年末公益价450 那么跌了 跌了是什么差异 跌了 资本减值了 就是可抵扣 可抵扣走地盐所的水资产 对吧 所以是50万 是50万 是500和450的差额 所以算出1250 那么问题1250 乘什么税率 来看一下 那么 地盐所得税赞的余额是 看好了啊 再往前翻刚才第一个资料啊 那么期出的金额是1200 其中200万将在下一年转回 而下年的税率是15% 剩下的1000万将在17年以后的18年转 18年就是25的税率了 所以期出金额分成两段 那么再接着加上这50 那么这50万公允价值变动 为什么这50万乘15% 关键就在于 它现在跌了 对吧 跌了以后会转回去 要转回到500万以上 所以下一年一新就要转回吗 对吧 原来跌了 后面涨了 所以这块乘着15的税率 不是25 所以这块如果跌还跌还跌还跌一直跌 那么这块 那么只能成25了 所以今年跌 下年涨了 你知道吗 涨到500万以上了 那么这时候用的什么 用的15的税率 难就难在这了 所以算出287.5 所以接着看解析 期出可抵有差异 17年度转回200万 剩下的在18年后转回 所以税率分别用一个15的 一个15一个25 好 这一件事啊 第二 16年末 电所得是负债的余额 期出金额 期出的金额2500 这250018年后才转回呢 所以说这块成25%就完事了 这没问题吧 现在麻烦就麻烦 研发设备 研发设备购买价款 是480 5年 对吧 会计按5年来摊销 但税法说了 可一次性的税前扣除 一次性税前扣除 所以我们看解析啊 购入研发设备 这480万元 万元我省了 不省的话 这个这个界面 这个PPT界面就 就抄出了 我不想抄出去 所以万元删掉了啊 那么16年末 已摊销了48万 摊销摊销了 本身16年末的税率就是15% 摊就摊了 所以这个内容就无所谓了 现在关键问题 下一年17年将摊销多少 将摊销的是 480除以5年 刚才除二了 因为半年啊 那么这块内容是除以5年整年 这个96是17年摊销 17年 税率多少 15的税率 所以这块96乘15是17年就要转回来了 所以是96乘15 这么来的 还剩多少 那么18年及以后将摊销进了 480减掉 一个上面的480再减个96还剩336 这336是在啊 以后年度 17年及以后年度 那么摊销 那么那个时候的税率变成25%啊 变成25% 所以分段结算 看见了吗 分段结算 这是一个 那么再看那个3000的 那3000的话 公允价值看了啊 那么是这个是3000万买的时候 那么年末3150 3150涨了 还是跌了涨了 他属于什么 属于是应纳税 上面的应纳税啊 都应纳税 那么问题在于 这块为什么成15% 因为什么呢 因为17年末到期了 就到期了 跟18年没关系 跟18年没关系 所以是15 所以15 所以这个15 这个是增值了 增值了是应纳税差异 应纳税差异 但这个应纳税差异 走的眼所得 所以负债 对那科目谁 其他综合收益 要注意其他东西收益 那么再接着看 还有一个 那个丙公司股票 丙公司股票是13 那么预计下年度 仍然会持有 那么继续上升 继续上升的话 税率是25 所以这个 那么这个涨了吧 这个只能是25的税率了 那么上面15的税率 因为这个17年到期了 那么这个继续上升 上升上升 所以以后才能转回来了 所以这块是25的税率 好 这俩都是涨的 这俩都是涨的 涨的话 那么自然增值了 是属于应纳税 应纳税走地银所得税 负债 没毛病吗 地银所的负债 没毛病 现在问题是 研发设备 我问大家 为什么是属于 为什么属于是 这个应纳税差异 很简单 你算某一年 那么这道题 有没有账面价值 有没有账面价值 研发设备 有账面价值多少钱不说 那么计税基础 多少计税基础零 是不是计税基础零 税法说一次性税前扣除 它一定是应纳税 增值了吧 增值了 那个账面价多少钱 你甭管呢 计税基础零 所以它一定是应纳税 应纳税走地银所得税负债 最后算出余额是770.9 你别看就这玩意儿 真的不好算 真的不好算 所以这个题 我讲了大概两年了吧 两年 每次讲 我都有一个新的感觉 这题出题人 出题人 在这里出这题 也是绞尽脑汁了 真的绞尽脑汁了 所以你看好了 所以这个题目当中 这个题目当中 就是关键证 七出的 25没问题了 因为18年以后转回 现在研发设备 研发设备 其中96是将在17年摊销 1000摊销转回来了 那么剩下336 是18年以后才摊销 所以25 那么再接下来看 那么这个3000万的债券 公允价上升150 成15 为什么成15 17年末 到期收本收息了 而那个股权投资呢 为什么成的是25 因为以后才能转回来 以后永远上升 它没有跌的时候 永远上升 所以这块只能25 好 三 16年末 点锁得税资产的发生额 年末减年初 那么期末金额 我们刚才算出来 是287.5 对吧 减掉年初金额 那么七出金额不1200吗 这1200是200成的15 那么17年转回 剩下的1000成25 年末 减年初算出7.5 好 点锁得税负债 再看负债 负债期末金额是 刚才算了770.9 这呢 减掉七出 七出2500 未来以后才 18年后转回来 所以成25 算出145.9 难就难在这 1234我们说完了 第五 编制分路 那么借点锁得税资产 带锁得税费用 是7.5 就这7.5 这一头 这一头交易性 金额变动 那么下面这个麻烦了 下面这个 点锁得税负债 发生额 我们全部算出来了 发生额算出145.9 没问题吧 带记 电锁得税负债 145.9 那么但是两个 两个其他 一个其他 权益工业投资 一个其他 一个其他什么 一个其他权益工业投资 一个其他的就是 不股票关的 从生到生 不能进损益的 所以其他债势投资 其他权益工业 两个内容 这两个内容 供应价值变动 都是具有其他东西收益的 所以来看一下 那么其中 使用那个3000万 这个啊 3000万 3150减掉3000 这个数字 是带帝银所得 是否还借着 其他收益 这是一个 乘15啊 而且乘了15的税率 乘15税率 因为17年末到期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股票 从生到死 那个啊 1300和1700 那么这乘的是25 一直在上升 未来才能转回来 好 那么算出47.5 到几出所得 事业费用98.4 好 五步 我们全做完了 关键前四步 第一步和第二步 最麻烦 好 第三 根据资料三 说明 甲公司在其17年 合并报表中 对丁公司的新技术 研发项目 应如何进行处理 计算甲公司17年 我合并资产付贷表中 商誉猎报的金额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了 甲公司在17年 合并报表中 对于丁公司的新技术 研发项目 应最无形散核算 最无形散核算 没让你说最无形散猎豹 最无形散核算 流 那么这个资料 刚才说过了吧 说过了 因为我们开始还不知道 是不是能给其他带来经济力 后来17年12月10日 那么经过研究认为 可以给其他带来经济力了 原来没有确认 那么现在就可以确认 原来在 合并报表没确认 现在在合并报表中 就应该确认了 理由 因为甲公司技术人员 经过研究后发现 继续研发该 这个项目 从技术角度分析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且预计该研发项目 完全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力 所以在合并报表中 那么应该确认上位 原来没有确认 上位确认了 现在应该确认了 报表中叫开发支出 列报金额是800 原来没有确认 现在确认了 那么这个你要确认的话 那么商业的金额就得变 所以17年过 合并报表商业的列报金额 3500 原来确认金额3500 商与亲人金额39 扣掉这800 常以持股比例55% 算出3060 那么商与原来多确认了 那么这块就应该给他减出来 这个部分内容 3060算出来 这是一个 好 第四 计算甲公司17年末 低延所得税资产 低延所得税负债账面余额 没让你求发生了 这道题就简单了 那么16年我算完了 现在要算17年的了 所以来看一下17年末可抵扣 暂性差异的账面余额是 16年期初的金额1千2 没问题吧 1千2 这给你了 你别忘了 在17年转回200万 那么转回200万 所以转回200万 还剩下1000万 那么1000万乘25% 那么算出250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画个钉字账户吧 画个钉字账户吧 在这画吧 在这画吧 那么这一次 低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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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一下 那么七出金额 那么七出金额 分别给你列出来 这都七出金额 有1000 乘以25% 这有一个1000 这是1000乘25% 还有200乘以 200乘15% 200乘15% 这是七出金额 后面还有一个50乘15% 50乘15% 这是上年的 在16年末 低延所得税资产 于个200乘15% 那么这个是 因为是1000要转回 还有1000乘25% 那么50是那个组合的 是那个组合 为什么称15 预计下年股票价格会上涨 对吧 好了 结果到了第二年 看好 到了17年以后 那么注意 首先这个200乘15% 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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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50也转回 为什么转回来 你看 第二年17年 涨到550了 所以这个可抵有差异 要给它变成0 以后要性质变了 那么要给它转什么 要给它转成 电缩得税负债了 这种题我说过了 我讲过很多年了 考了 但是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我前面讲过题吗 讲过了 我这个所得税 讲了很多东西 题都考了 我们教材中都没有写 看到了吗 所以这个内容是550了 因此 最早的金额是500 那么跌到450 后来又涨到550了 好 所以再来看 那么这50要给它全部转回 50乘15% 那么余额剩什么余额 看到了吗 余额剩什么 那么这余额剩的 剩这个1000乘25% 还剩1000乘25% 看到了吗 所以还剩1000乘25% 出来了吗 在这呢 所以地盐所得税 地盐所得税资产 就这么回事出来了 所以这个金额出来了 好 接着看 17年末 应纳税资云差异 应纳税资产差异 来看一下 那么16年末的 或16年的期初金额是2500 我还记得2500吧 好 那么这个2500还在这呢 还在这呢 那么这个以后才能转回 18年后转回 和照超 接着再看 研发设备 研发设备 这个96乘15% 转回来了 那么17年摊销了 没了 还剩什么 还剩下336 乘25% 还剩下336 乘25 一会来说吧 还剩下36 也就是480 减掉480 除以5年 乘1.5 这是没 这不用乘税率 因为我算的差异啊 这是一个 那么再接着看 这一个 本期因持有 丙公司股票 确认的这个金额是 300 这300怎么回事啊 是1500减了一枪 1500减了一枪 那么那个债券啊 刚才那个债券啊 那个债券呢 到期那个5000债券 到期收本收息都收完了啊 所以再往前看 刚才这个啊 刚才这个 还有个3000万的债券 3000万的债券 这个内容也没了 这个16年还有 到了17年没了 转回来了 转回来了 也就是说 到期收本收息 收回来了啊 好 接着再看啊 那么再看股票了 丙公司股票 确认了金额300 那么300是什么 是1500 别忘了 最早买的时候是1200 所以1500减1000 你干嘛用的是 17年我减到最早买的时候 不减上期末 因为我算余额 算的是余额 对了吗 所以再看一下 年末供应价1500 最早买的时候成本是1200 还是增值了 所以还属于 应纳税 最后还有股票 股票呢 本期涨到550了 最早买的成本是500 所以算出50 注意累计的 都是累计的 因为我算的余额 累计的 好 那么最后算出 3186 那么这3186 乘以未来转回税率 都是以后转回 18年后转回 所以只能是25了 15都没有了 所以算出796.5 好 第五 根据资料5 计算假公司18年 因出售 对秉公司股权投资 因劝了投资收益 并编制快捷分路 投资收益一定是零 从生到死 不能进省意 所以这一行 出售价格1800 代计其他权益公司投资 成本是最早1200 最早1200 那么最早成本1200 两次变断 一个1300 一个1500 那么一共变动300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公允价减账面价 差额从生到死 不能进省意 所以寄附到留存收益中区 所以300的10% 盈利攻击 那么剩下的走利率分配 未分配率 同时再将其他综合收益300 也要转到留存收益中区 那么完成吗 完了吗 好 到这为止 这个题做完了 那么这个支点 我们在这也前讲完了 这个18年这两个好题 说实在的 真的是挺难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 黑马 每年都有黑马 没有一年没有黑马的 你记住 没有一年没有黑马的 但是这个黑马 应该是在我们掌控范围之内 只要我讲一种有的 那么应该说 虽然我可以说叫黑马 但是我们讲过的 但是难度的确比较大 的确比较大 把这个18年这两个题 好好研究一下 特别是这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什么时候转回 那么第二题什么转回 为什么老时候股票上涨下跌了 道理在什么地方 高总就可以了 好 这支点我们就讲这 好